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随影 今天带来一期全荒九八天联系版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是羊神大战以帅夫人 好,双方的玩法是一个主力,两个随机 今天的玩法还是抢十啊 这也是抢十的最后几场啊 比分已经来到了5比7 羊神落后2分 好,现在以帅夫人的琢磨找到机会直接上了龙虎乱舞 看来羊神的情况非常不妙 琢磨琛时在弹一个cd,跳 哎,不料被一个碎尸体打到了 落地人 现在羊神呢,羊神必须加把劲了 如果不加把劲 再被以帅夫人拿下一分的话 那比分拉得就会更大 大招龙虎乱舞,好,这个裸的漂亮 因为98c 直接裸杀什么,完全没有问题的 哎,特瑞两点之后又接能能 重撞倒野梯,随时梯跟上去 大瓜来做个取消 直接带走了 现在就杀到了以帅夫人下一个角色 以帅夫人的玛丽 以帅夫人还是用洛奇做了个手地 看今天的效果如何 好的,特瑞直接爆气 爆气之后大瓜篮怼上去 接壁杀技 炸炸炸 后面,哎哟,后面瘦了 瘦了 反而被玛丽的架招给打到了 连招断掉 玛丽一发爆摔到角落跟个玫瑰,带走 好的,我们接着看阳神下一个角色 阳神今天是换,上一场的话 他是用克里斯手底 这把他用了个七夹车手底 他换成七夹车之后效果怎么样 空中猴子四连撞 来个旋风 旋风之后接入必杀 哇,你的样子 起神之后猴子再来一个抓 哎,牵牵过去脑 哦,玛丽这个爆摔太快了 想起手一个中断 我们可以看到动作已经出来了 但是被猴子抓了 这就是实战经验的问题了 第四个会合一帅夫人洛奇 篮球仔又来了 我们可以亲切的称呼他为坤坤 因为真的是太像了 哦,落地板边接召叉 猴子即将一命呜呼 篮球呜呼 呜呼 杨神血量一点点 扔过来再来一手 哎,落地两连扔 然后来一拳 啊,来一脚就没有了 那么杨神的七夹车要出现了 七夹车是不是克制昆昆呢 我们接着看七夹车有何操作 好 篮球仔落七直接去爆气 啊,爆气的时候掏两点下板 掏不到再掏两点还掏不到 落七继续掏两点 他还掏不到 掏不到就连不上招啊 哎,凹,凹旋风腿也凹不到了 再凹 其实落七,凹还是比较关键的 凹到一套回头就非常高 凹,闪身中招 落七 直接用旋风腿 抢反了出来 抢反了之后踢一脚 然后再接个篮球 哎,起身跳CD 板边再来一个 羊神呢 羊神还是七夹设手底 七夹设克制篮球克制死死的 看来乙帅夫人今天有点吃力了 除非转换打法 要是再想用前两期那种打法肯定是不行了 小游丽 哦 下巴攻击闪电梯 中楼梯走一发 下巴攻击再亲手一个旋风 闪电梯中楼梯再来一发 哦 游丽闪到背后 轻腿旋风腿跟上去了 落地来个波 跳飞地 篮球 打击头 稳住 中了踢 闪电梯 反身为折到了 折到以后接比山上 落地飞溪 中了踢 旋风取消跟个飞溪 死亡龙卷风 最后一点血影 死亡龙卷风啊 看来乙帅夫人也被激怒了 第二个回合 看羊神他的安迪 好的 安迪暴气啊 暴气就准备一套带走了 轻腿重拳 接起手 抄笔杀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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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赛地 跳赛地我 诶诶 想起 对 想学cd姐姐那一套连招啊 但是好像没有接上 失误了 没有连起来 死亡龙卷风 空龙再接一个cd 弹跳 旋风跟上 中了踢 两段 高度掌握得非常好 因为这招高度掌握不好的话是接不上的 这个东战玩的也是非常稳了 好的 羊神因为连招中断啊 没有一套带走东战 反而被东战给打残了 第三个回合 羊神的气甲舍又来了 又是这个气甲舍 气甲舍就想清拳起手了 争气拳取消 不料被怼 气甲舍再来一发 争气拳上去 漂亮的 争气拳做取消 哇 再怼 哦 中间中断切换模式没有切 而是闪身骗招 还真把东战的大招给骗出来了 那么这一下东战就跑不掉了 哦 现在来到了一帅夫人 下一个 拉尔夫 感觉碰到气甲舍以后啊 一帅夫人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了 现在气甲舍跳A 清拳起手 真心拳取消 压住 哦 被投了啊 投完中气甲舍再来一个下天手 也没有用 再来 这下终于打中 反边追加炮拳 炮拳以后气甲舍再来一个抓头 这就是一套死的打法了 好的 先进行的下一局了 又到一帅夫人的洛奇了 前两个角色等于是送给了气甲舍 洛奇会不会送的 气甲舍还是满血状态啊 满血加深三颗气 很无敌的一个状态 洛奇倒是需要 对 出招补充一下能量了 旋风队凹 没有用 大招 哇 洛奇跟超杀跟他对了一下 还这么的给炸没了 反边再炸 气甲舍即将一命无呼 现在洛奇稳住 后跳 篮球砸 砸不到 跳塞地正一拳 硬钢 接超比赛 怼一拳 好的 枪反出来了 但是已经中超杀了 气甲舍这个轻手 轻手反应特别快 有时候一点小小的破绽 他这个轻手就能点 你看又开始点下轻手了 站轻手 下轻手 站轻脚 没有中 血量都拼到了最后一点点 还是不中 气甲舍闪一下 闪一下 保存一下实力 今天打的还是挺胶着的 都想赢了 打到最后几秒时间 篮球血量 都在低那么一点点 哦 彻底没戏了 零秒 零秒 杨神现在比分7比7 还是差一点 没有拿下 接着看下一局啊 比分就这样拉平了 现在杨神已经连锥2分 不得了了 连锥2分 把比分拉平 下面进行到下一场 下一场 杨神 King 对抗对面的夏二米 看这场战况如何 夏二米是一个投机角色 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夹住 哎 跳 利用大长腿发动进攻 夏天掏 不了被青腿 连住了 洛特地鸡勾住了 大招上去了 漂亮 洛特地鸡再勾 勾过来之后 连刀腿 接玫瑰旋风梯 空中带入 比啥技吗 没有带 庆起身发波 CD 中拳再发波 跳CD 接住了 好的 现在King继续把他勾住 选风梯 仔细带走 接着进入到下一局 一帅夫人是不是彻底崩盘了 前期优势那么大 比分还领先 这后期呢 就不行了 这个巧思 可能打到最后吧 是不是有点累了呢 对 不适应这种强局 旋风梯 空中并没有带超杀呀 为什么不带 也没有带起来 CD接波 完了 连刀腿旋风梯 这下还没有带 这下带不上 哎呀 红丸也断招 都有断招 拼那又一发接着玫瑰旋风梯 结束了 好的 继续看下一局 一帅夫人下一个篮球 这一个角色杀到了一帅夫人第三个篮球啊 篮球以一敌三的激励又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一局还是很不妙的 旋风梯 跳CD 接一个飞吸 抄比赛炸一下 篮球 闪现 旋风腿 旋风腿 跳CD飞吸走 哎 半边追加大招炸 篮球现在还有一颗气在身 他急急气 再搞个超杀还是问题不大 好 包子直接发波 篮球也是接着暴气 暴气就旋风腿凹到 又要上超杀了 这个克里斯 这个包子要被一跳死了 旋风腿一下 两下 空中跳CD接一个飞吸 两次跳CD 哇 压得好精准 援助也没有用 接着看第五个回合吧 第五个回合 央身的气甲射 一帅夫人只要能征服这个气甲射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主要就是这个气甲射 感觉很克制洛奇的样子 下天主射击拳 你看乱动动不了 又被怼到了 炮拳怼一炮 这就受伤了 切换模式还抓一下 洛奇只能闪现强反了 没有办法 洛奇跳 跳 气甲射堵 顶不到 洛奇跳CD 回手套 抄比杀 抄比杀要炸 顶飞起来来个篮球 哦 气甲射也突然用强反反了出来 但是超杀已经中了 哎呀 又一个棒 熬起来了 熬起来了呀 还真敢熬 对 时不时赌一下才挺好啊 能赌中 因为对手防不胜防啊 打对手一个冷服防 洋神现在已经8分了 把比分给反超了 连胜三局反超比分 好的 继续看下一局 央神开启了连胜状态啊 开启了仙人模式嘛 这一局随机到谁还是挺重要的 乙帅夫人又有一发东上 双方都有布莱恩在手 看这一局如何 哦 开场就是一个中段起手下盘起手 下盘再起手闪地踢中了踢飞溪 好 破招了 破招之后用铁头弓就硬怼 怼过来了 布莱恩打一下子可比东杖要疼得多呀 清拳打击头 上去接笔杀 给他打一套泰拳组合拳 然后再接死亡的远风升天 跳飞地空中中中了踢飞溪 还真是这样把他给连美了 杨神也是不慌啊 杨神表示只要有七甲射在手 他就不慌 现在看他的神了千鹤 散地踢中了踢走一发 不了被升 大招上去 哎 起手一个 升 大招接 封以后还堆飞溪 乙帅夫人也想赌了 但是他就是赌不赢 赌不赢就没有了 接着看乙帅夫人下一个卷 变成的角色了 第三个回合 看他的布莱恩 布莱恩先来个摇摆 空中转 哎 神了千鹤哈喽 就此飞身 升龙 起身手闪身 都可以 逆向 撞 空中摇摆 摇摆不到 又中哈喽了 升龙哈喽 大招封印 好秀的一个神了千鹤 但是中间断招了还是 没有打全伤害 双生龙 双生龙拿下 洛奇来了 一帅夫人的希望抉择 这是希望之火 能不能燎原 好 看洛奇旋风腿 熬中 跳的地 要上超商了 一跳死应该问题不大 这局 板边篮球砸一下 重拳旋风腿上去 再来个大招 各种乱怼 神了千鹤终于顶不住了 第五个回合又要来了 不到最后一个角色 咱们就不秀 这一局以帅夫人也是保存了一些实力 气很多这一局 可以看出 绝对是流气了 杠CD 杠不到 洛奇爆气 准备水一战 旋风腿凹到 好嘞 七甲车强反了 哎呀洛奇能不能再抓的 哟 这就中炮拳了 哦 洛奇也强反 十步就被点一下 这个习惯可不怎么好啊 七甲车也爆气 洛奇也爆气 爆气之后稳住 篮球 篮球 都不中 跳CD还是中了 炸 两次爆拳 跑都跑不掉啊 跑都跑不掉 比分 9比7了 连胜四局了已经 已经非常猛了 连胜四局 难道是他要连胜五局拿下 先是看最后一局 今天羊神是太猛了 自从换出七甲车来 哇 一直就赢 乙帅夫人对这个七甲车根本没招 这一局乙帅夫人用八神 对抗对面的友力 嗯 八神也跳起来 被燕翼决倒了 决倒以后游离被谢锋抓住 重合成天手奎花 秦云一把他摁倒 奎花三世带入八字女杀 第一波跟手谢锋 哎呀 八神 豹子八神的伤害还是挺刮杀的 不如用普通八神做手法啊 豹子八神做手法不是很好 只要被抓一个机会就没了 因为没有强反嘛 第一个角色 你看 这就轻松带走了一个 哎呀 失误 这羊神失误了呀 这个失误大了 八神也跟着失误 双方是都在失误 游离还连凹三次生龙 那八神只好免为其难把他收掉了啊 这么送我再收不掉怎么能行 还三次生龙还 就等八神就跳过来了 其实是 但是八神就是没跳 接着看羊神的琢磨 他看对八神升了一点血啊 对羊神也大意了 黑花三十八之女 就等八神缺反 中一个生龙了 八神底波走 先锋抓 天堂之眼走 反手葵一下 千远金珠宝周清腿两点又连中了 哇 这局一帅夫人到这大杀四方了 但是能不能杀掉七夹射 这个就很难说 现在看羊神的七夹射出马 第三个回合 所以 Ready go之后啊 八神又在下盘清腿起手 现在八神跳黑背杠 七夹射把他控的死死的还是 八神要跳跳不起来 小冲冲不出来 七夹射继续控制 操作 跳 哦 稳住 清腿起手 哎呀 脸住了 清手 起手了 炮拳 来一炮 没有了 哎 稳住 解锋 天堂之间来一炮 呃 距离太近了 想清腿的点一下 真的操作可以看 主要没有点到 现在来到第四个回合 李帅夫人的板气凉 七夹射直接就是爆气啊 爆气之后想打一套啊 完了 板气凉已经凉了 真的就要凉了这下 哦 切换模式 切换模式连 空中跳发cd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板边指令头揪一下 就直接杀了洛奇 又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又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要反三的情况啊 李帅夫人再不加紧操作 真的就操作不起来了 现在看他的洛奇 直接爆气 爆气之后想跳c 踢夹射 正极拳 正极拳 硬队 再队 洛奇旋风腿也冲了出来 中拳是反升位 下半套不到 旋风腿 七夹射 套 泡拳 这就要没了 这么狠的吗 掉血太多了 是七夹射 简单就是下血机器啊 跳cd 踢脚没了 10比7 反超 好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